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今天繼續講國際貿易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上次先前講國際貿易 我是沒有按照Corepoint去講 我說按照直觀講 後來回去想一想可能有四頁 還是需要把它講清楚 免得你們後面斷斷續續的觀念 所以這四頁先做一個補充 有一個東西叫做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PPF 這個東西大家一定要曉得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就是一個國家如果把它所有的資源 全部用來生產 假設只有XY兩種產品 它可以生產出各種組合的XY產品 你把這各種組合的XY產品 劃成一條線 就是叫做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那這個概念也可以適用到 假設有1萬種產品也是一樣 你這個國家 一共把所有的資源投入生產 可以生產出1萬種產品 那這1萬種產品的各種組合 就是叫做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沒有講國家就講個人 你們家把你們所有的時間精力用來生產 所以你媽媽可以全部用來生產做飯 也可以全部用來生產做衣服 也可以全部用來生產種菜 那它你們家所有的人投入生產 所能夠生產出來的種菜 或者是做飯或者是做衣服的各種組合 這些產品的組合就叫做 就劃成一條線 如果是多種產品 它就是一個曲面 這個曲面就叫做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那從一個國家來看 那是那個國家的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我們現在想像簡單一點 就是那個國家呢 只有一種生產要素 叫做勞工 沒有什麼資本這些東西 那每一個生產一單位X 需要B單位的勞工 生產一單位Y需要A單位勞工 那這個國家的總勞工 假設是一千總勞工實數 那它一共可以生產多少單位的X呢 就是一千除上B 那一共可以生產多少單位的Y呢 就是一千除上A 那你把這個A和B畫出來 所以全部用來生產X可以生產到B 全部用來生產Y可以生產到A 那當然它也可以選擇在這裡 也可以選擇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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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選擇在任何地方 你把這所有的可能畫出來 就叫做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生產到這條線以外 是做不到的 OK 生產到這條線 這個三角形以內 是做得到的 但是是浪費的 你可以自己生產X 然後產完之後丟掉 就跑這裡來 你把它踩爛 它就到裡面 所以那個三角形裡面的點 是Feasible 做得到的 但是Inefficient 所以沒有人會選擇取到那個裡面 好 現在假設你們家呢 面對這樣一個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然後決定要選擇K這一點 做消費 假設 因為你們家不跟你家貿易 這個時候假設他不跟你家 所以你們家的生產點 就是消費點 所以你老娘決定要生產 這麼多的X這麼多的Y 然後就消費這麼多的X 這麼多的Y 是在這一點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家 或者一個人 不與人貿易 它的特色就叫做 生產點等於消費點 因為沒別的選擇嘛 可是他如果不這樣 他就可以貿易 所以貿易的好處 這個圖 電視是大概 天底下最清楚的圖 A B 是原來你們家的這個 生產可能線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但是如果要開始貿易 你們家就會面對一個價格線 這個價格線 就是外面的價值線 什麼叫外面的價格線 就是那個交換比例 是世界上提供給你的 比如說L1 L1是什麼呢 L1是任何 是一個 是那個斜率的線 那個斜率的線就是 那個斜率就變成說 多少X可以換多少Y 所以你可以沿著這條線去換 這叫做你面對的國際價格線 或者你如果要貿易 你就多了這麼一個選擇 或者這國際價格線是L2 L2就是另外一個交換比例 這是國際上給你的 同樣的 假設你不貿易 你就不會面對L1或者L2 你因為要去貿易 才會面對L1或者L2 L1L2不是什麼偉大東西 它就是一個交換比例 所以它 它是一條平行線 你要在哪裡都可以按照這個東西去交換 為什麼你會面對一條平行線呢 會面對一個固定交換比例 因為台灣是小國 我們不會改變價格 所以世界上是什麼樣的交換比例 我們就接受它 如果台灣原來自己自主是AB 它現在忽然面對一個價格線 不管它是什麼價格 假設是L1 就是比你原來的生產可能性還要低 假設是L2 就是表示比你原來的生產可能性還要低 假設是L2 如果是L2 那它就應該生產到A 這一點 然後沿著這條L2的價格線去交換 換到一個其他的地方 但是不管換到哪裡 假設你原來消費點在這裡 它一定會有一段啊 這一段 是比你原來的消費點 既增加X也增加Y的 所以你一定過得更好 OK 所以與其呢 生產和消費都在這一點 不如專業生產到A 沿著國際價格線去交換 交換到什麼地方 你自己去決定 假設你交換到 這個線段 就表示這個線段 是你相對於原來這個生產消費點 不論是X或者Y 都要比較多的 那當然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選擇 專業生產到A 為什麼L2的時候會專業生產A呢 像L2 就是X比較便宜 Y比較貴 相對於你原來的生產可能性 因為它比較平嘛 那你就專業生產Y 去換世界上比較便宜的X 如果價格線是L1 就反過來 你專業生產X 去換Y 為什麼會專業生產X呢 因為L1 比你的原來的AB線要抖 什麼叫抖 抖就是Y比較便宜 X比較貴 所以既然X在國際上比較貴 Y比較便宜 像相對而言Y比較便宜 你就要專業生產X 然後沿著國際價格線去換Y 為什麼這樣有好處呢 因為你一定會換到一段 就是這個棕色的線 換到一段 那一段呢 是相對於你原來的生產消費點 不論是X或者Y 都比原來多的 OK 所以貿易的好處就在這裡 你用膝蓋想要知道 貿易的好處 至少貿易 就給你貿易的機會 你不貿易 你至少包括一個選擇 叫做不貿易 所以開放貿易 絕對不會比原來X嘛 不是嗎 大不了不貿易嘛 你們家原來自己自主 我現在開放一個市場 所以你們家 除了自己自主 生產消費之外 也可以拿一部分 生產出來的東西 到市場上去換 然後你媽媽說 我現在過的比以前X 沒有道理嘛 你就大不了不去交換 那不是跟原來一樣嗎 所以不可能開放貿易比原來X 這是膝蓋理論 這不需要偉大的推理 那為什麼開放貿易會比以前好呢 因為國際價格線 除非它碰巧 它的邪率就是AB 跟你的國內是一樣 除非它那麼碰巧 那貿易就沒有好處 只要國際價格線 跟你國內的生產可能線 PPF的邪率不一樣 那就一定有好處 要不然就生產X去換Y 要不然就生產Y去換X 它總會有一段 是在你原來消費生產點 的第一向線的線的點 這一定會比較好 所以這就是貿易的好處 那你要怎麼樣利用這個貿易的好處 要看國際價格線 相對於原來的生產可能線 是比較少還是比較平 你去選擇一個 你喜歡的點去改變你的組合 那剛才我們說貿易的好處 來自於國際價格線 和自己的生產可能線 邪率不同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邪率不同 就是比較利益的意思 或者相對利益的意思 我們拿這個圖來看 甲這個國家是大國 它不論生產X還是生產Y 都強於乙國 乙國是個歷史大的國家 是小國 所以乙國呢 它實在是生產X也比不過甲 生產Y也比不過甲 它是個小國 所以甲國相對於乙國 有絕對優勢 但是呢只要兩樣國家的生產可能線 邪率不一樣 它們的相對優勢就不同 什麼叫相對優勢不同呢 比如說這個線比較平 那個線比較抖 什麼叫這個線比較平 就是說生產一單位X 所需要犧牲的Y比較少 那這個橫的部分是一樣長的 所以生產一單位X所需要犧牲的Y比較大 這就是相對優勢 我不管你啊等國家大小 我一單位一單位看 總是會有一個地方邪率大 有一個地方邪率小 所以簡單來說 兩個地方只要邪率不一樣 就一定交換就一定有好處 兩個地方交換沒有好處 只有一種奇怪的特殊情況 就是兩個地方邪率一樣 那你說邪率一樣不就沒好處了嗎 我現在是畫兩種商品 如果有一千種商品 怎麼可能兩兩之間邪率都一樣嗎 那個是不可能的事情嗎 因為組合太多了嘛 所以你們大家和隔壁家可能做菜和做衣服 邪率是一樣的 但你如果把各種可能的商品想在一起 又包括做鞋子又包括種菜 又包括施肥 包括帶小孩等等 那就不可能一樣了 一定有不一樣的 所以兩個地方 像一個大一個小 甲相對於乙 有絕對優勢 就甲不管是生產什麼都比乙厲害 可是沒有關係 所以兩個國家誰大誰小誰強誰弱 不會影響他們兩個之間應該要貿易 他們兩個之間應該要貿易 只因為他們的相對優勢不同 跟絕對優勢沒有關係 相對優勢決定要不要貿易 所以我們上次講了說 國際貿易有人反對 但是概念上國際貿易不可能有壞處 因為你大不了貿易 沒有人強迫你貿易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應用到說你貿易之後 這個國家就沒有反彈 只是不通的 這個國家會有反彈 因為你本來生產到X的 它要轉業到生產Y 這不容易的 然後這個故事裡頭 完全沒有市場壓力等等 這好像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一樣 這也是不通的 講到世界貿易的制度 我們上次講到WTO幾個原則 最惠國待遇 就是兩兩談判 WTO共有164個會員 兩兩談判任何兩個國家之間的 關稅條件等等 另外的國家可以適用 這叫做最惠國待遇 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要求你給我 你所給別人最好的待遇 這叫做最惠國待遇 因為有這個條款 所以WTO叫做一個多邊體制 多邊體制就是這個意思 多邊體制就是 每一個國家對所有其他會員的條件 是一樣的 叫做多邊 如果雙邊就是說 大小眼 大小眼就是雙邊 多邊就是不可以大小眼 為什麼多邊呢 上次大概講了一下 多邊談判起來省事情嘛 不然你每個大小眼 164個除 164選二 你不曉得多少組合 累死了 那通常累死的結果是小國 比較吃虧嘛 Mafia不會吃虧的嘛 Mafia兩兩談判 從來不會吃虧的 都是對方斷手斷腳 那所以多邊有一個好處 就是省事情 多邊有壞處 因為多邊的所有的規則決定 要共識決 因為多邊嘛 所以大家都要同意 那WTO有164的會員 裡面有各種奇怪的國家嘛 對不對 所以有的經濟條件很差 有的經濟條件很好 有的很富有很貧窮 有的是專制 有的是民主 有的重農業 有的重工業 那你這種情況 你要164會員都同意 越來越難 當他會員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越來越難 第二個原則就是 關稅要慢慢減少 要透明 盡量不要配額 因為配額後面有一些麻煩 配額很難管制 配額到底是配 配額只能配單位 那配單位的話 那到底是高價品還是低價品 如果你是配總價很難執行 因為總價是隨人家報的 總價就很難執行 所以減少配額 關稅要透明 逐年递減 第三個是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就是入境之後 失同國產 不可以入境之後 又分 高速物路分兩線 美國牛肉走這條線 台灣牛肉走這條線 不可以 這樣子 然後在美國那條線 就什麼X-ray 什麼高速檢查 騷擾 不可以這樣搞吧 一旦進了關 又 視同以往 第四個就是爭端調解 爭端調解就是 在1994年之前 1995年WTO成立 1994年之前 沒有爭端調解 是因為有了爭端調解 才叫做WTO 它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這164個人是WTO 無論我推動 WTO就是經貿的聯合國 所以我們在這邊共同擬定一個規則 共同決定 如此 這般的貿易 那說OK 關稅 是 大家都承諾 你是承諾從 十降到九 降到八 那我的承諾從 十二降到十 降到八等等 我就這樣 大家都有承諾 然後我說配偶不行 大家都不可以配偶 然後不可以歧視等等 可是我們會有紛爭啊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福島食品 福島不是有地震嗎 地震以後 那個農產品 在那個地震地區 你就擔心有輻射啊 那福島的地震以後 不是污染到海裡了嗎 那附近游的魚 就會被那個什麼放射性造到 然後它就也許會畸形啊 會帶什麼東西 我不懂了 然後韓國就 禁止 福島附近幾個縣 生產出的魚 運到韓國 那日本就告韓國 你知道針對方條件 日文說 你這是歧視我啊 我地震已經那麼久了 對 我那個地震已經那麼久了 放射性都消失掉了 你還在那邊禁止我 所以這禁止合不合理 除了那個之外 還有一點 我也覺得不太有道理 那魚會有啊 又不是在那個地震附近捕到的魚 都是被地震 就是在那邊土生土長 魚沒有這種東西 魚那會土生土長嗎 說不定是澎湖游到那邊去啊 所以你也不檢查 你假設檢查出來隨機抽樣嘛 十分之一 百分之五 誰被你抽嘛 抽出來那條魚有放射性 你就禁止它進口 我沒有話講嘛 你什麼都不檢查 就算那附近撈的魚 就叫做有污染的魚 但是魚不是會游泳嗎 那魚上面還貼一個標籤 說我是福島生產的 魚又沒貼標籤 你怎麼可以這樣禁止呢 所以兩個國家就告啊 這個告的 什麼機關來解決呢 就說徵端條解 徵端條解就算是法院啦 那WTO的法院有兩級 一級叫初審法院 二級叫上述法院 它的名稱不是這個 但你不必須了解 所以從1995年之後 才有這個東西 為什麼它重要呢 因為有了它 它才是真正的機構 否則在以前啊 假設美國和巴拿馬 有一個貿易糾紛 拿到徵端解決 徵端解決出來以後 是沒有拘束力的 是1995年之後 才有拘束力 什麼叫做有拘束力 就是美國和巴拿馬 如果有一個貿易爭端 那個法院說 巴拿馬贏了 美國就必須要撤銷它 如果美國不撤銷 巴拿馬就可以報復它 什麼叫報復它 就是合法的 對美國的東西 課一些砸砸砸砸的關稅 或者不准這個 不准那個進口 懂嗎 那個報復蠻嚴重的 所以假設 你看日本 告韓國 不符合你的入會承諾 胡亂 沒有經過科學檢驗 胡亂禁止 我的農產品進口 就告日本 假設 不是告韓國 假設日本贏了 韓國就必須要撤銷 假設不撤銷 日本就可以制裁韓國 制裁方法很多啊 你的觀光客來 我就說 那你身上也有毒啊 有那個韓戰時期 噴灑落葉劑的毒啊 我要你在那個禁閉室關五天 那你的農產品進來 你的工業產品進來 你的Sansum進來 那Sansum進來 那Sansum進來也有毒啊 你說手機有什麼有毒 那很難講 我就覺得你有毒 我就胡搞 我就課你的關稅 我就整你 就像美國現在整老共一樣 所以你如果 登山解決判決你輸了 人家就可以制裁你 那這個制裁是 有拘束力的 就是法院啊 法院正式成立之後 才叫做WTO 法院沒有成立之前 叫做叢林社會 你就算有判決 沒有什麼鳥用的 所以那個是重要的 所以爭端解決機制 是伴隨著WTO而誕生的 可是從今天開始呢 爭端解決機制就沒有了 如果你有看報的話 我想說那個徵端解決 有兩級法院 第一個叫做初審 第二個叫上訴法院 初審呢是兩個國家 同意找 在全世界找三個 公平公正的法官 形成一個panel 副審呢它的機制是這樣的 就是有WTO的164個會員 共同經過共識篩選 選出七個法官 這七個法官呢 就是有任期的 一任四年 那每一個案子的上訴 副審需要三個法官 去輪流去主持 所以一個案子那是 比如說第一號 第四號 第五號 第二個案子 就是說第二號 第四號 第七號等等 是它有一個輪值表 跟某一樣的東西 這是上訴 那我說一任法官四年 就這四 假設四年到了 就要重新選 可是要不要啟動重新選 要會員有一個共識 也要有 就在 2017年 開始 Amarigano 就 杯葛這個事情 Amarigano 杯葛這個事情 就讓WTO 沒有辦法選 上訴法院的法官 所以從2017年到現在 原來有七個法官 2017年就剩下六個 2018年好像就剩下 又少一個 然後到了2019年 好像是去年 2018年的什麼時候開始 就只剩下 只剩下三個 然後到了今年2019年 三個裡面又有兩個到任 就只剩下一個 那三個 變成已經無所謂輪流了 因為我說三個人 才能成立一個panel 三個已經無所謂輪流 那三個苦命的人 一直在審案子 每一個案子都給他們審 等到剩下一個 你panel都組不成了 就是上訴法院 任何一個案子 沒辦法審 所以WTO從今天開始 今天開始 那兩個到任 今天 現在 那兩個到任之後 就沒了 就剩下一個法官 那法官是 中國共產黨派去的 死老公派去的 反正美國也 反正他就不能審了 不能審了 就很麻煩了 別人說 對 假設我們的民事訴訟 規定說二級二審 結果那個高等法院的 全部都 全部都生病 都不能審 永遠生病下去了 那我們的司法還在嗎 就沒有了 就沒有上訴 出審 出審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我只要出審 我上去告 告完以後 我就上訴 上訴就無所謂上訴 因此出審就不算訴 因為從我來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出審的結果還沒有被確認嘛 所以沒有上訴 就等於沒有出審 那沒有出審 沒有上訴就表示沒有司法 沒有司法這個機構 就回到了叢林時代了 所以美國就背隔了這件事情 就讓他 就讓WTO 司法機構殘廢了 他一共 你看我們行政立法司法 司法殘廢之後 這個人就殘廢了 這個機構就殘廢了 所以他現在是處於殘廢中 那你說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為什麼要 這說來話長 基本上 他不是控告 美國不是指控 老共 強迫智慧財產移轉 他偷取別國的智慧財產權 他2025有不恰當的政府補貼等等 我上次都講了 說因為他有Increase Invasion 那這些東西WTO全部不能處理 所以他說 有一個國家在執行不公平貿易 但你WTO完全不能處理 那讓我們守規矩的同學 就一天到晚 限於不義嘛對不對 假設全班 有一個人發明了一種 你看我們假設是20年前的全班 結果那個人呢 是全 全班唯一有手機的 然後他可以用 I watch 看到各種答案 作弊 那你也發現不了 但是你知道他怪怪的 就老師 所有的規則裡頭沒有一點說 不可以戴手錶 那他就利用這條 我沒有帶任何課本啊 我只是戴手錶 然後他就不斷得高分 結果你們全班第一名那個 就火大了 說我要杯葛這個制度 因為他是共識決 那就杯葛 杯葛 就考試就執行不了 所以他說 WTO都不能處理老共的不公平貿易 那老共就說 我哪有不公平貿易 你規則裡沒寫啊 那人家說 偷取智慧財產權 需要寫在規則裡嗎 這東西 不需要寫嗎 哪有一個說 我偷別人智慧財產權 還要 而且你就算寫了 WTO也沒辦法去執行這個東西 因為WTO又不是司法機構 它怎麼去偵查 你有沒有偷別人智慧財產權 偷別人智慧財產權 因為智慧財產權非常難證明的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